他说请问你下面哪一些点是在这个图形上面 好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下面这里面 1 2 3 4 请问你谁在图形上面 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吗 我说如果在图形上的话 这个东西带进去会怎样 会合嘛对不对 还记得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2-14吗 来我们看这个答案2-14可不可以 来可以带多少 2Y带1 我们看一下哦 2带进去2乘2 4 然后呢-3乘以-1 加3 请问你又等于7吗 有所以这个答案很正确 再来看带另外一个3-1可不可以 3-1 3分之1 来吧 X带3 2 3得6 然后呢-3乘以3分之1 -1请问你又等于7吗 没有所以这个答案不行 这样会啦 再来-1跟-3可不可以 -1来跟进去 2带-1 X带-1 2乘以-1 -2 然后呢-3乘以-3 加9 请问你有等于7吗 有 所以这个答案很正确 会啦 好再做一个 0 3分之7应该很好找啦 带进去 0 然后呢-3乘以3分之7 变成-7 请问你等于7吗 没有 所以答案不行 这样就这两个 会啦齁 可以吧 好再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题目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3-2a-1是这个方程式的解的话 X上面一个点的话 请问你A多少 既然是那个点对不对 对吧单区会不会合 会 所以请问你谁带3 X这边带3 所以请问你 2乘以A乘以3 变多少 6a 6a 然后呢减掉 y 来y改成谁 y改成他 改成2a-1 1等于17 好你就会加几个不对 错 错哪边 加括号 这里应该加括号 因为你是-就-就-整个y 看到了吗 我在讲一遍 请你几十一听喔 因为这边很多人都常常写错喔 你-就减了整个2a-1 又是你要加括号 所以现在怎么办 把负号成进去 这边都好 变成了6a-2a 来这里 负的才2a变成-2a对 负的才负的 加1 然后呢等于17 17 只要减a 6a-2a就用 4a 然后等于16 所以a出来了 a等于4 提问问谁 a-4 所以答案不出来 好 这个你把他写上去吧